当当当,大家好,我是你的鹿 今天要跟大家随机视频 最近两年露营变得特别火 有很多小伙伴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然后作为过来人呢,我想给一些新入坑的小伙伴一些小小的建议 当然我们今天不聊装备 我们聊一些关于露营中一些小的细节 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应具备的基本礼仪吧 关于熊孩子,小朋友在大多时候都是非常可爱的 但是小朋友的行为往往就没有那么可爱了 千万不要忽略这一群体 特别是当很多小朋友聚在一块 形成一个小的团伙的时候 那么他们破坏力是相当可观的 所以建议大家在放回自我的同时 一定要管好自己的熊孩子 关于拍照 帐篷相当于我们户外的家 大家去邻居家串门 其实都知道去礼貌性的敲下门 对不对 如果你想去观摩一下别人的陈列 去学习一下别人的一些经验 或者说完全出于好奇 想去看一下其他人的装备 我觉得这都可以 但是呢,无论你是拍照 还是仅仅看看 建议大家要争得当事人的同意 你就不要拿着相机就拍 然后揭开帐篷就看 这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 关于帐篷的距离 我们在搭建帐篷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和其他帐篷的 之间的有效距离 因为无论是什么材质的帐篷 它是几层的帐篷 或者什么类型的帐篷 它通通是不搁印的 但是你不要想歪了 我这里指的不搁印 是晚上此起彼伏的呼噜声 所以建议大家为自己也好 为别人也好 注意好帐篷之间的有效距离 关于卫生间 特别是在野外 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地方 都有这种公共卫生设施 人的排泄物其实也是有机物嘛 所以说是可以自然分解的 一把铁锹挖坑就能搞定的事 但是核心是要记得埋 记得埋 真的要记得埋 你这事不埋 真的就让人觉得特别的难以接受了 然后是关于喝酒 很多小伙伴在露营的时候 都喜欢小酌一杯 人生得意虚尽欢 莫死金尊空对月嘛 特别是第一次参加露营的小伙伴 由于各种兴奋 很容易身小酌就变成畅饮了 反正你喝的也不是我家的酒 所以说你喝多少无所谓 但是你在喝多的时候尽量保证自己的仪表仪态 不要大声喧哗 不要大喊大叫 更不要腰五喝六 你怎么开心 你怎么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尽量不要影响到其他人 最后要说一下 卡拉OK在露营中永远是不OK的 你一定要在露营的时候去搞卡拉OK的话 也不是不行 有两个前提条件 第一 就是你有歌神般的实力 对吧 第二 你方圆一公里内没有人 这样的话你随便唱 没人管 在营地中 唱的不好听不要紧 你还一唱唱到半夜 这就不是特别妥当了 所以我再次给大家一个忠告 真的在露营的时候卡拉OK 真的是永远不OK的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内容 希望喜欢我们视频小伙伴 大家积极的点赞关注 你有哪些感兴趣话题一定留言给我 我是你们露 耶